肝脏实质性病变是什么 不少人因为健检报告出现 肝实质性病变 而急忙找肝胆科医师报道 到底这是什么病 有多严重 可以治好吗 简单来说 这是指肝脏的质地 在超音波影像上看起来 粗粗的 有颗粒感 有点像照片解析度不够 看起来有点粗糙 表示可能有肝纤维化 但并不确定 需要专科医师的进一步诊断 而从临床经验来看 健检报告中 宁可抓错不可放过的疑似 虽然不排除真的有肝纤维化 但通常进一步检查后 有八九成结果都是正常的 这是因为超音波影像的 判读其实很主观 不同的人来判读 用不同的机器 甚至同一台机器不同的探头频率 都会改变影像的呈现 通常穿透力比较好 画面就比较会粗 有颗粒感 一般来说 超音波影像看起来很细致 或相对的很粗糙 表面看起来已经凹凹凸凸的 这两种极端的影像 判读结果比较明确 而容易有争议的是不好不坏 介于中间的灰色地带 有可能是接近正常的异端 也可能是肝纤维化 甚至接近肝硬化的坏消息 所以当看到健检报告上的 疑似肝实质性病变时 仍有必要走一趟肝胆胃肠科 请专科医师确认